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无人机项目的课程 今天我们继续向下介绍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PPT 今天这一课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使用PWM开环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直流电机的调速方式 因为直流电机它是磁场不变 也就是说永磁铁 电机里面是两个系列石 一个N机一个S机 那么所以呢 这种方式下呢 根据这个电机的这个数学表达式 等等等等这些 大家去看这个电力突动和电机学这里面有介绍 这是我本科的专业课 这里面写的讲得非常详细 所以根据这个电机学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公式呢 可以得出这个改变 在磁场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电数定压 就可以实现调速 调速 那么这个电机的转速是正比于这个电机电压的 电机的这个电数电压的 然后呢 这个电机为感性负载 也就是说它这个线圈是电感 所以呢这个感性负载的话要考虑 电感的特性 比如说突然停机的时候 它又要有一个蓄流回路啊等等这些 这是电路设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说到调速呢就不得不介绍一下这个pwm这个技术 那个pwm呢它是pulsewise modulation的这个缩写 也就是说脉冲宽度调制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呢 起源已经比较早了 也是一项比较成熟的技术 那么它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模拟的方式实现的pwm 也就是说用模拟电路实现的这个模拟电路的话 它就是有一个这个比较器 然后有一个这个基准电瓶 然后有一个三角波发生器用这个三角波发生器和这个基准电瓶来比较 比较之后呢 比较器输出结果呢 就是一个pwm的这个调制的这个数字波形 那么这个波形的这个周期呢 是完全取决于这个我们用于调制的这个 我们用于比较的这个三角波的这个周期 那么这个pwm的这个占空比 就是说它的宽度呢 是跟这个直流限定值是有关的 比较器的另一端输入嘛 是一个我们给的直流基准 那这种方式呢 是最原始的这个pwm技术 但是后期由于这个数字处理器的这个兴起呢 我们大家又研究了这个数字的pwm技术 这个数字的跟模拟的比较的话 它是灵活性是非常高的了 准确度也非常高 模拟的话它易受造成干扰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应用的这个pwm技术的话 它是周期不变的 改变输出脉中的这个占空比 一般情况下 有的pwm技术它是变化的 比如这个实量空间调制 svpwm 这个时候它好像周期就是可以变化的 这个时间太久了 我学了太久了也快忘记了 之前写过这个程序的 然后这个占空比呢 一般我们用这个字母d来表示 占空比d就是有效的电瓶的时间 比上这个pwm的周期 按百分之换成 换算成百分数啊 一般从0%到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话就是整个 pwm周期内它的电瓶都是有效的 这个有效的电瓶呢 根据你的硬件电路而定 它有可能是高电瓶有效 有可能是低电瓶有效 这个具体是具体情况而言 那么这个pwm技术应用的 刚才我们也说了 这个应用的最多就是这个电机调速 那么还有一些呢 就是电源变换 比如说我们这个dcdc的这个电源里边 buck电路 boost电路 包括这连着的结合 buckboost的 还有这个逆变器 逆变器的话 这个pwm 用的是它的这个变形 比如是这个spwm和这个svpwm 就是空间向量pwm 数字pwm的技术的实现呢 实际上是跟模拟电路的那个类似的 那么它也有一个周期 寄存器 就控制这个pwm的这个周期 有一个比较寄存器 就相当于是那个我们模拟 你pwm电路里边的那个直流给定值 那么这个值呢 你可以通过计算器嘛 你可以通过处理器去随时修改 然后一个技术器 这个技术器呢 它是线性增加或者减小的 可以向上技术 也可以向下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器呢 替代的就是模拟pwm中的那个 三角波信号 所以呢 整个来 整个看下去呢 这个数字的 只是把这个模拟的电路整个离散化了 就通通用数字的方式来表示了 那么其基本的原理呢 是跟模拟的是一模一样的 啊 这是这个pwm数字 pwm相关的这三个 啊比较重要的寄存器啊 周期比较寄存器和这个技术器 那么stm32实现这个数字 pwm呢 也是肯定跟之前的三大块相关的 那么我们使用的是这个通用定时器啊 当然也可以用这个高级定时器啊 比如说 t1 t2啊等等这些啊 然后stm32系列里面好像只有 t6和t7 不能产生这个pwm波 因为t6和t7就是基本定时器 除了定时之外 其他的什么操作都都做不了 然后这个使用stm32实现这个数字 pwm的话呢 我们选用一个定时器 那么可以是t1 t2 t3 然后t8 等等这些 那么选用之后呢 设定这个定时器的周期 这个周期是决定了我们pwm这个信号的 这个周期 这个周期的选定呢 是有一定的技巧的 比如说你对电机控制来讲的话 这个周期就不易太低 因为人的这个听觉范围是20赫兹到20k赫兹 也就是说 在这个范围的噪音 我们都能听得很清楚 所以一般我们电机的话呢 电机调速的话呢 它是会选一个周期比较高的这个pwm系号 以免呢 这个调速过程中产生一些噪音 被人听到很吵这个工业环境下 所以我们一般你像电源变化啊等等 这些都是10k以上的啊 15k 20k这样的 不会搞几百赫兹或者是 1k那样的 那个那个噪声是很大的 然后呢这个周期选完之后呢 我们就设置这个比较计存器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较的这个基准 超过这个基准之后呢 这个pwm的输出电瓶肯定是翻转的 至于是从低向刚翻转 把它是从高向低翻转 这个看我们的有效电瓶的定义 然后最后呢 我们要使能这个技术器 这个技术器就是我们定时器的这个技术器 它会按照我们的设定 从0向上增长 或者是从一个既定值向下做减法 好 我这说了半天呢 大家可能 还是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感性的认识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wm的模式 那么pwm的 最常用的两种模式 中心对齐和这个边缘对齐 好 我们先从这个最简单的边缘对齐方式来说吧 这个从0向上的斜线 就是我们的技术器的值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timer的这个counter 那么它实际上是 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向上技术了 从0开始一直向上寄 寄到满的时候就完事了 然后再从0开始再往上寄 那么它寄出的寄到满的这个值由谁决定呢 是由我们的这个周期计算器来决定的啊 寄满之后呢 就从0开始再寄 所以这是一个pwm周期 从这到这这个时间 你看这个信号 它跟这个模拟的三角波就非常像 上去下来 再上去再下来 然后我们的这个直流设定电瓶呢 就是说控制真正控制站高比 控制这个电瓶宽度 输出电瓶宽度这个信号呢 是这个 这是两路pwm 我们看第一路 它的设定值设定在这儿 那么当这个counter 也就是我们这个计输器小于这个值的时候呢 它的输出一直是这个高电瓶 也就是说是有效电瓶 那么当它达到这个值的时候 就是与这个设定值比较值相等的时候呢 这个电瓶开始翻转 翻转之后呢 它就变成低电瓶输出一直到周期结束 它都是维持低电瓶的 然后到周期结束之后 下一个周期开始 那又恢复到这个高电瓶 那么后面这个地方显然是这个值发生了改变 那么对应的应该是在这儿 这个值pdc应该改到这里来 好 那么这个是边缘模式 也就是说非常常用的这个调速模式 或者是这个呼吸灯这个模式都可以用这个 那么你设定改变这个值pdc的话 它就这个占空笔就会随着这个值的设定而变化 在这个上面滑动嘛 然后这个占空笔就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中心对齐模式 是在这个电力电子和电源变化中非常常用的一个模式 所谓周期中心对齐就是 这是一个pwm周期 那么我们对齐的波形呢 是这个波形的中心跟这个pwm周期的这个 中心对齐就是1分之1周期处对齐 你看我们这个波形它的占空笔是边缘对齐 也就是说从零开始 从零时刻开始就开始有这个信号 然后从哪结束呢 就看我们这占空笔占了多少 而这边这个中心对齐它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零时刻它是没有有效电瓶的 那么它的这个有效电瓶产生于 这里 那么这个电瓶失效的时候呢 在这边这两点 oh sorry 这两点它是与这个时间的这个中心线对齐的 那么为什么要用这种模式呢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 呃电力电子中常用的模式 它这种模式比边缘对齐好的是它的这个死区比较好控制 然后还有一些的导通时间啊等等这些啊 通通都同步化了 那么对于电瓶子中来讲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包括这个啊 空间矢量的这个pwm调制方式也是用的这种方式 那么 这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对于我们这个电机调速来说 用边缘模式和用这种方式其实是一样的 这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电源变换来说 你这个管子是从边缘开始导通 还是在中心导通对齐的话 这个区别就很大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介绍的这个sm32实现这个数字pwm 啊 我这两个图呢 是计存器名称可能跟sm32对不上 但是呢 这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啊 因为我手边找不到这个sm32这个对齐模式的这个说明 所以我就从其他处理器上copy了两个图过来 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用的是这边这个模式 也就是说边缘对齐向上计数 那么就用这种方式来进行电机调速 呃 用这个pwm开环控制电机的话呢 我们如果是用飞机做实验的话 最好是卸下这个螺旋桨啊 我没有卸 因为我今天要给大家演示 所以这个带着螺旋桨的这个效果会好一些 那么或者是给定一个很小很小的占空比 第一面 如果你带着螺旋桨的话 我怕这个螺旋桨会划伤 划伤我们 所以就会把这个速度降低一点 然后通过窜口给定这个开环速度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实验内容 好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呃演示的效果啊 那么今天这个代码呢 也是在这个之前的基础上 呃进行的 我们之前是 讲到这个2.4G模块嘛 把它讲完之后 这个处理化完事儿 那今天呢 我们要加入这个pwm这个 c文件 呃 他做的事儿呢 也很简单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处理化文件 啊 跟定制器的处理化是一样的 有一个这个 呃 pre scale 就是预分屏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呃 周期的计存器 啊 设定这两个值 然后这里面是开启时钟 那么这个引脚对应的是 这个啊 p0和pa1 但是这是timer2的这个pwm输出引脚 那么我们两个都使用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引脚进行这个复用的使能 然后呢 pwm的这个处始化 因为最开始的第一部分 它是依赖于这个基本的定制器的 不是基本定制器啊 它是依赖于定制器的 所以我们要先初始化定制器 初始化完了之后呢 这里边就四句话 然后大家可能觉得蛮奇怪 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操作 就是我们在这个使用这个 呃 structure 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初始化的结构体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它这个初始化了一下 在初始化里面有很多默认的操作 就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改 你看这里边 那counter mode up就是向上计数嘛 然后 这些还要使用分屏这些等等 都是按照它默认的去做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用再操作了 我们这里只是预分屏 还有这个周期寄存器写一下 然后把这个结构体写进去 那么剩下后面的内容 就是这个比较输出了 比较输出的话 这个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这个模式是pwm1 也就是我刚才在pp里面讲的 这个边缘对齐模式向上计数 然后这输出使能一下 我们使用了这个oce和oc2 然后output compare1和2 那么就是pwm1和m2 然后呢 这边是设置一下 这个自动reload的 这个对定制器来说是比较常用的操作 就是 到时之后再让它自动去填充自己的那个计存器 然后再使能一下 这就完了 然后我们在主函数里边呢 把这个处理化 还说处理化一下 我们处理化的 那个频率是10k赫兹啊 那么 除此之外呢 我们之前定义了好多这个全局变量 现在终于用上了 我们用这个motor1 这个变量 来控制这个电机的转速 我们在这个cmd里面呢 第八号命令 把这个 从这个串口得到这个motor1的值 然后用motor1的值 来设定这个 pwm的这个比较寄存器 好 我们这个代码 我已经下到飞机里了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这个运行效果 那我们先来 连一下摄像头 好 这里可能看不太清楚了 我去开一下灯 这个就是我们讲课用的这个小飞机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么大 一只手就可以盖住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主要是用它来给大家演示 那么 这个飞机上的串口连上 连上之后 我们小心一点 这个楼心桨的话 有可能刮到这个线 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桨 我会刮到这个线 好 现在这种方式下 四个软角都在静止当中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串口来连接 把这个飞机打开 电源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灯已经亮了 说明我们之前这个2.4G模块 已经配置成功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啊 不再说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串口打开 他之后发现一些乱码 这是因为我们先上电 后打开串口 我在这里关掉一下 再打开 OK 就是2.4G找到 然后出入话 皮打完完事儿 那么我们 先给定一个比较小的这个转速吧 我们的命令是8号命令吧 先给100吧 发送 然后我们这时候发现呢 这个电机并没有转 说明这个给的帐风比还不够 电流不够大 他没法转 我们先给的150 OK 我们看到这个摄像头里边有两个轮奖 已经开始转动了 那么并且这个飞机已经开始有声音了 我不知道大家听听得到 然后我们可以加大这个帐风比才转的更快 好 我这里是感觉他转的更快 这个帐风比 我又不再继续加大了 不然这边飞起来的话很麻烦 那么你这样逐渐加大脏空比的话 他这个轮奖会转的越来越快 然后你给定一个0的话 他就会停下来 好 这边轮奖也停下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啊 课程和实验 那么演示呢 也到此结束 啊 大家有条件的话 物联网同学 呃 使用物联网开发版的同学呢 也可以在物联网开发版上做这个实验 啊 配一个电机 然后用那个相应的那个电机启用器去做这个实验 好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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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